好 那跟这一段开示 跟这一段这个 无怨无悔的开示相关的 那我请大家听一段 那个老师在广海明月 243讲里的一段开示 那请播放 这样看起来 修行很容易啊 每次就走一步 那你说每次走一步的 什么时候才能到达目的地啊 算一算 每天都走一步 每天进步1%的话 一年会是多少呢 有人算过 一年就是也有状态下的37倍 所以说呢 这个一步不是简单的一步 它实际上是完成一个 非常伟大工程的巧妙计算 它是一个力滚力 非常辉煌的果实 但是呢 在每走一步的时候呢 我们常常好高勿远消 一下子达成那个 反倒袭击都不现行的状态 却不能忍受呢 成绩平平 或者修着修着 怎么看起来好像倒退了 进阶一墙 正念就打得非常辛苦 甚至有的时候崩溃了 师父常常说 没关系 跌倒了 再起来 再站 就这样一直坚持下去 每次只有一步 每次只有一步 我们是力所能及的一步 虽然稍稍费力一点 但是仍然是自己可以完成的一步 最重要的概念是 这一步你自己欣赏自己吗 你为此高兴吗 你会完全欣喜这个过程吗 还是你根本看不起自己的努力 一小步一小步的努力 就是到最终的那个辉煌圣殿 最重要的过程 如果我们忽略 一小步一小步的这个旅程 我们岂能到达终点呢 最后那一步最辉煌 因为它到顶级了 可是前边的这些步子 不值得赞美吗 这一路都不值得赞美吗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 真实的活在当下 能够每一天 计算一下自己今天的善行上 哪怕长进了零点几 只要有在微动 那明天再微动 我们就没有停止 我们就在向美好的方向前进 这样就是一个进步的趋势 虽然进步并没有像我们 幻想出来那样的形状 但是可能进步 本来就不是想象的那样 它有它的一个真实的轨迹 不是从那个地平线起来 然后直着就升上了高空 它可能是斜线似的 一点一点的上去 上到某个点之后 忽然腾越 比如说初地菩萨跟二地菩萨 那功德不知道要差多少倍 再往上辗转增上的时候 是一个不可思议的 多少次方多少次方功德的转变 这一小段呢 每一步每一步 是师父真实实践过来的经验 师父常常说 佛法美啊 僧团美啊 常常看到师父 像是自言自语一样 在那笑着 发出由衷的赞叹 这个僧团就是我们现在所属的僧团 师父也说 哇这些广罗漫的居室真有善根 就是这样赞叹的 但是轮到我们自己评价自己的时候就一塌糊涂 我们总是看不到师父看到那闪光点 那么在思路上到底有什么一些果实呢 会不会是我们太注重结果那一刻的灿烂 而忽略了 每一天那个珍贵的 不可或缺的 是唯一的途径的 那一小步 好 那在这一段开始呢 我为什么要引这一段开始呢 就是刚刚有说嘛 我们这个行六度所表之善 乃至于说你只是曝师畜生一点点食物 这样小小的善你都要点滴的拿来回向 好所以我就特别选这一段 好那这段里面老师特别有说嘛 那每次都走一步 有的人会觉得每次走一步 什么时候才能够走到那个很远的目的地呢 那其实呢 那个 嗯 老师这边有讲 这个 如果说你每天都进步1%的话 那个一年下来进步多少呢 就是1.01的365次方嘛 有人算过是变37倍 好 那你不要小看这个复利哦 这个复利你很容易做到 有的人会觉得真的很容易做到嘛 比如说 这个广海明月啊 全广啊 你每天都有坚持听 坚持研讨的话呢 相较于你没有去听 没有去研讨 好 那你绝对每天进步不止1% 好 你绝对每天进步不止1% 这样一年之后 你绝对有成长37倍 你们说真的有成长37倍吗 我本来拜佛不到10万 难道一年之后我就变370万了吗 不是这样看 37倍的成长 是讲你的资良 你的善业成长37倍 但是这些资良跟善业的成长呢 有的时候是后世赶果 不是你眼前现世就看得到 但是这个时候你就要用教理去观察 你就要用教理去观察 比如说我们当初不是师父讲吗 那个虚达长者起金色 虚达长者帮佛多建金色嘛 对不对 那佛多说 其实他的金色还没有建好 但是虚达长者在天上的那个天宫已经建好了 那就是什么 在人间看好像没什么起色 但是其实你的业已经增长到那种程度了 所以这个一年增长37倍不会太难 没有你想象的难 你要用教理去观察 我说过 当你认真如法做这一点 每天都坚持进步一点 就像我刚才讲 就是坚持听全广 坚持研讨全广 就每天进步这一点 一年之后绝对是37倍以上的成长 是你的资良跟你的善业增长37倍 那个是后世会感过 我会看到 你要用教理观察 你不是说眼前好像没什么动静 就没有 不会没有 要用教理 用佛菩萨的智慧去观察 这就蛮重要的 但是我们的现行 老师就说 我们常常好高骛远 想要一下子就达到 那个烦恼习期都不现行的状态 或者说有的时候我觉得说 我那个修行的困难 我现在想要修行的困难实在太大了 我想一下就把那个困难解决掉 所以那时候就觉得 我眼前跨了这一小步 好像没有什么作用 没有什么作用 所以老师就在后面讲 最重要的是这一步 你欣赏自己吗 你为此高兴吗 好 老师说最后的那一步 最辉煌 因为它到顶级了 可是前面的这些步子 不值得赞美吗 这一路都不值得赞美吗 因为你之所以能够到达最后那个顶点 就是因为你前面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对不对 那如果你觉得最后一步已经攻顶了 那一步很辉煌的话 那前面都不辉煌 不就是靠前面的一步一步累积出这个辉煌 那你为什么要看清前面那一步呢 好 仔细去想 这是可以用理智仔细去想的 好 所以后面老师讲说 如果我们能够真实地活在当下 这句话其实很重要 请问大家 当下是不是就眼前这一念而已 当下是不是就眼前这一念而已 当下是不是就眼前这一刹那而已 所以当下一定是一小步嘛 就这么一刹那就过去了 对不对 当下一定是一小步嘛 可是你是不是就是用这一小步 累积出你将来的辉煌的成果 好 所以真实地活在当下 你之所以 你那个真实地能够活在当下的态度 就显现出你对这一小步 你到底看不看重 好 那后面老师又说 好 这个那个进步的过程呢 其实呢 他不是突然就直接升上了高空 他可能是一点一点的上去 上到某一个点之后 忽然腾越这样 佛法里面真的是这样讲 就像老师这边讲的 说初地菩萨跟二地菩萨比起来 那不知道差多少 会这样 好 都说初地菩萨根本不知道 二地菩萨是怎么回事 好 一子类推上去 然后到最后呢 从你发菩萨心到登地 再从初地到七地的所有功德 比不上八地一刹那的功德 那个增长速度 你看就会变越变越快 越变越快 这样 所以后面老师就说 这一小段 每一步每一步 都是师父真实实践过来的经验 就是因为 老师跟师父有真实实践过来的经验 所以他们才会常常会说 啊 生团美啊 佛法美啊 那师父以前看到 尤其是居士 在法会里面 那些善行师父不是常常会讲 啊 水洗赞叹 功德无量吗 你们可能会觉得 啊 师父很客气鼓励我们 不是哦 因为师父真实走过来 他知道这一步有多大的价值 他知道这一步有多大的价值 其实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公案 我当时印象很深 那段时间我修行蛮低潮的 觉得我这个 好像调腹烦恼没成功啊 然后这个修行进步的很慢 好 这个不进反退的状态 所以我自己内心里面也是 这个 蛮挫折的这样 就那一次呢 我就记得有一个场合里面很特别 我觉得我自己这个修行状况很差 进步 没什么进步 好 然后旁边呢 就是那一次跟我一起见老师呢 还有一位 还有几位 好 六七十岁的 年纪很大的学广论的老居士这样 好 那当时我就记得老师对我讲 你现在是蓄日东升 我那时候听了还没太听得清楚 我觉得我现在状况很差啊这样子 这个怎么会蓄日东升呢 后面老师就紧跟着对另外一位 已经六七十岁的学广论的老居士说 你现在也是蓄日东升 我那时候听了心里就一肚子狐疑 觉得 说我现在蓄日东升 我已经觉得很不能理解 居然把我说成跟那位老居士一样 蓄日东升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样子 当时我没懂 我真的没懂 现在我就比较懂了 其实就是什么 老师跟师父一样 他看到我们眼前跨出正确那一步的时候 他是觉得是很闪亮 他知道说这一步一步持续下去 将来的成果就会不得了 好 那只是因为我们还没有那个真实走上去的经验 我们就会老是轻忽我们眼前的这一步 我是隔了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说 为什么同时会说我跟那个六七十岁老居士一样蓄日东升 我是后来才明白 好 那你要加快明白这一点呢 我觉得学空气的道理 学皮薄色那还是很重要 为什么呢 这个就是我现在在练习的地方 我讲到什么我都在西球老师 比如要讲皮薄色那 你要常常想到这一点 为什么呢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你修行上碰到困难 我们平常凡夫都是自信值嘛 你就会觉得哇 那个困难跟三一样 他从境界那方面成立 他自信本来就是那么大那么困难 一大坨在那里 有自信的一大坨困难在那里 对不对 那我现在起心动念这一点点如法的一念呢 就是有自信的这么小的一点点 所以用我这个有自信的那么小的一点点 要对付那个有自信的那么大的一大坨困难 你会不会觉得有希望 当然觉得没希望 对不对 可是空性的道理会告诉我们说 不是 一切法是没有自信的 那一大坨困难 不是从境界自己那方面成立 它本来就是有自信的一大坨实质的困难 不是 我这一点点起心动念的努力 也不是有自信的本来就那么小 不是 所以境界不是从他自己那方面成立的 它是无自信的 它是关带于缘起的 它是关带于我的心的安利 它是我的毅力所感得的 那我自己内心起心动念的这一点努力 也不是有自信的就那么小 如果方向对的时候呢 如果方向对的时候呢 我的心一点一点的在转变的时候呢 那境界会因为我的心的转变 因为我的毅力的转变 因为我的心的安利的转变 那个境界的作用也会变 所以不要小看你眼前这一点点的努力 因为外在的境界跟我们内心都是息息相关的 它看起来好像是硬邦邦的在那边 独立于我的心之外 可是空性的道理会告诉我们 不是 它是跟我们的心息息相关的 如果你肯持续地改变你的内心的话 外面的境界是会改变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变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